学习价格行为,掌握市场优势 大家好,这里是Steven 欢迎收看我的价格行为系列教学视频 在前面的课程中呢,我们已经学习完了基础部分 认识基础的K线形态和正确感受市场中的多空力量 如果还有没有去学习的朋友,可以先去看一下 今天开始我们教学分享的第二部分 学习基础的形态和结构 价格运动总是重复着一些固定的行为模式 如果你能掌握这些模式,对你的读图和操盘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本部分教学内容中,我把这些形态结构分成三部分 依次讲解,它们分别是趋势回调、交易区间和趋势反转 我们首先讲趋势回调 趋势回调可以分成简单回调和复杂回调 简单回调指的就是一段或两段式的简单回调运动 而复杂回调指的就是多段式的复杂的回调结构 在学习开始前,我先强调一点 这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如果你还处于交易新手阶段 不要着急把学到的东西用在操盘中 一个形态会有很多变体 而当一个形态失败后,可能马上就会形成新的结构 而一个形态结构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 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代表的意义通常也是不同的 在新手学会融会贯通之前 是很难把握这些变化的 大多数交易者在刚入门的时候 应该都学的是双重顶底和头肩顶底的形态 很多人学完后马上就去操盘 然后亏得一塌糊涂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的视频课程后期 会教大家如何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去使用 所以千万不要着急 在学习初期 你应该做的就是把学到的内容结合复盘 多去感受总结思考 有不懂的可以下个提问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回调的具体案例 图中红色箭头标记处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简单回调形态 我就用这个形态来给大家讲解 就是简单回调的一些定义和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就以上涨来举例 在上涨趋势来举例 首先你要有一轮明确的急速的强势的运动 这个强势的运动 它最好是突破一个整理的区间 大幅突破它 让场内就是看到这幅图的人 都感觉到这个时候多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了 这是一个前提 因为你只有明确的走势 明确的趋势才存在你的回调 如果你之前就是在震荡区间的急速运动 没有突破关键点呢 场内的主力 场内的主要参与者 还不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趋势 那就没有回调这个说法 再强调一下 第一点 要先有一轮明确的强劲的走势 让你去追随 第二 这个回调的走势也必须是简单的明了的 它不能是横向的重叠的 很多的这种重叠的K线排列起来 就比如右边这种 重叠的K线 横向的K线 它是交予区间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讲到一点 假设就以这段上涨来举例 价格急速运动到这个波段高点 然后进行了横向的 五根K线的重叠排列 然后再下跌调整 调整到我们准备入场的区域 因为横向的K线重叠 它是交易区间 那在波段点上方已经形成了一个交易区间 在价格回调以后 在上涨的过程中 这个交易区间就是一个明确的上涨的阻力 我们不希望我们入场后 价格前进的方向上存在这样明确的阻力 就对我们操盘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 所以我们交易这个形态的第二点 就是回调的波浪 回调的走势 要是简单的明确的 一个健康的邪律 那第三点呢 就是要有入场形态 这个例子非常好 它把我们常用的三个入场形态都走出来了 我们待会儿一一讲解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段回调最好是趋势的初段回调 如果一段趋势它运行了很久 然后也没有进行复杂的回调 一直都是简单回调的话 那它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一次 长时间的复杂回调 这个时候 如果一个趋势运行很久了 最好就不要再去交易简单回调了 总结一下简单回调成立的条件 第一点 首先要有一轮急速的趋势性运动 这轮运动必须让人感觉到明显的趋势力量 它最好是突破了明显的整理区间 突破了明显的波段点 大幅突破 让场内参与的多空双方都看到 这是一轮明显的趋势运动 那这轮强势的趋势力量就是我们要追随的 第二 回调走势要简单明了 不能是过多横向重叠的K线 如果在回调中出现了过多横向重叠的K线 它就是一个小的交易区间 在我们入场后 它就是我们价格前进方向上的明显阻力 我们不希望我们入场后 价格运动方向上有这样的阻力 我们要避免它 第三 最好不是运行依旧 没有回调的趋势 这种趋势容易迎来长时间的复杂回调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一轮趋势已经运行很久了 那在这轮趋势中前期开始建仓开始操作的交易者 都已经有了大幅的获利 那他们可能要开始获利平仓 而在场外一直观望的逆势交易者 也会把握这个机会 开始入场去争夺市场的控制权 既然市场可能面临复杂回调 那我们就要避免这种操作 好 接下来我会在实盘中 实际的例子中 带大家去理解感受 如何去操作这种简单回调的形态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就是刚才用到的这幅图 我们把后面的K线给去掉 实盘感受一下 那现在你拿到这个幅图 价格走到这里呢 你要怎么做 首先 你要先去标出市场的关键水平位 看市场现在在做什么 那好 第一个水平位 那有些人呢 还能看到这里有一个收敛区间的突破 当然我个人不太爱用这种的 那价格运动到这里 它首先急速的上涨 突破了一个收敛的区间 突破了一个关键的波段点 而且是大幅突破 现在市场明显是多头占有优势 然后接着价格进行了简单的回调 简单的回落 我们可以看到 它基本没有重叠的K线 有两根长的空头趋势K线 然后有一根反转K线 那现在价格运动的区域 正好回测了这个波段点 而且它正好也在20EMA左右 那这个20EMA呢 是我们一个参考的指标 20EMA上下的区域 是我们简单回调 入场的一个参考区域 我们不能去过度依赖它 有些人他在操盘的时候 会过度依赖这个均线 然后去比如说靠近均线就做 靠近均线就做 这是不对的 在这个区域 我们要首先市场状态允许我们做 然后出现了好的入场形态 我们才会去交易 我们不能去过度依赖它 那这根反转K线 它反转的是什么 反转的是这轮回调走势 反转到趋势方向上 它出现在什么位置 它出现在水平位的回设 出现在20EMA附近 是我们准备入场的位置 那它就是一根非常好的信号K线 我们怎么入场 我们等它上破就入场 它一上破我们就手动入场 或者说我们挂突破单 在它价格下根K线 突破前根K线高点 我们就去入场 那有些人他会在看见反转K线 就直接进场 这是一种方式 但我不太建议 因为 当市场出现反转K线的时候 它是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要成立要上破 价格要多头去展示它的力量 上破 这个信号才成立 才入场 那有些时候 这种K线 它有可能根本不上破 直接就继续低下去了 那如果直接入场的人呢 它就被套住了 至少我个人是等到上破才会入场 那我们继续看 看下一根K线 下一根K线 是我们的入场K线 左边这根K线 刚才这根反转K线 它叫信号K线 它是我们的入场信号 在下一根我们才入场 那这个形态 就现在这个形态 它叫一次突破 第一次突破 叫高一 这个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这个形态很难把握 很少有高一就能做好了 我们看后续价格继续怎么走 它在我们的入场K线后 出了两个十字星 其实这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信号 因为我们在入场后希望看到多头的持续发力 但是它收了两根十字星意味着价格还是继续停顿的 此时可以先观望 那第三根K线就是现在出来的这根K线呢 它又超过了前根K线的高点 这时候我们认真看一下 之前有人说这个定义比二口 现在认真看一下 现在的红色箭头的K线 就是我们入场K线 它的高点超过了前面这根反转K线的高点 它是第一次突破 它叫高一 好我们再看 现在最新的这根K线 它第二次超过了前面K线的高点 第二次向上突破 它叫高二 我们可以看第一次 第二次 大家可以理解吗 这就是高二入场形态 我们讲刚才这是高一第一次首次突破入场形态 这是高二 就是如果有人在这里没有入场 它看到这个信号 就是看到多头二次发力的信号 它可能在这根K线就入场了 好我们继续看 听一下 在高二入场之后 它又说了一根就是表示空头力量的K线 我们还是把先把后面的阳线去掉吧 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在这里进行了就是很多的重叠排列 这是一个交易区间的表现 这段回调的走势 回调的走势在小级别是一段趋势 小级别有一段下跌能量 下跌能量在这里进行了停顿 这里是一个小的交易区间 意思是下跌能量停顿了 那在这里 如果还有没有入场的人呢 他们可能会选择在突破这根K线的高点入场 因为这里是一个短暂的小的交易区间 这个交易区间上破可能是一些人的入场信号 它叫箱体突破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的几个入场形态 高一突破 二次突破 高二突破 和箱体突破 这是我们做简单回调最常用的入场形态 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 在这根阳线 它是多头强势的表现 它告诉了我们多头在强势发力 无论我们是高一入场的 还是高二入场的 还是箱体突破入场的信号 都得到了确认 都得到了入场的确认 那好 这笔交易 这个形态就是这样交易的 基于它的目标位呢 暂时就不讲 会在以后的后期的视频统一讲 因为这个获利 只赢出场 订单管理是一门单独的学问 所以我会统一讲 大家只要知道这个形态如何交易 就可以了 接下来来讲解第二个案例 当你拿到一幅图的时候 你要先动明白市场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先画水平位 我们把关键的水平位标了出来 那市场在做什么呢 首先市场有一轮强劲的上涨 然后市场进行回调 这段回调 这轮回调 是一次复杂回调 多段式的 我们以后会讲 在回调结束后 市场延续了之前的上涨的方向 但是这轮能量的延续很快就耗尽了 它告诉了我们 多头不愿意持续买入 多头力量不足以推动它 突破前面的关键波段点 其实这里呢 就有一个突破失败的第二做空形态 那以后再说吧 这次视频就讲简单回调 那市场上涨无力以后 并且跌破了关键的水平防守位 那告诉了我们件事情 多头彻底放弃了 它连多次防守的水平位 也不愿意再去防守了 它只愿意在更低的价格去买入 那至于多低呢 你要去看价格表现 好 价格下破之后 迅速反弹 这轮下破是急速的下破 相信大家都能直接看见 那这轮反弹也是急速的反弹 这是我们非常愿意操作的形态 急速的下低能量 急速的反弹在均线处 当价格运动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去找入场形态了 首先我们能看到一个第一 就是1.1第一次突破的一个做空形态 但是被市场否决了 说了不太建议大家去做第一 高一第一 大家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就行了 那为什么这个信号被否决呢 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三根重叠的K线 它是一个交易区间 它是一个交易区间 区间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假突破 那关键的信号K线来了 这根K线 这根阴线 它是一根小K线 小K线作为信号K线 有一个好处是它的止损很窄 其次 这根K线 它是突破了前面的高点的 大家可以看清吗 它上破高点之后 又收了一根很长的空头尸体 那它代表是一次向上的假突破 如果这根 箭头这根信号K线被下破的话 它是一次第二次做空形态 可以理解吗 这根被否决的是一次第一次突破 是一根第一 那如果这根信号K线被后面的K线跌破 它就是第二次的跌破 是二次突破的第二次做空形态 也就是我们的这根K线 那当价格在下跌破前面K线低点的时候 我就会入场做空了 我可能会直接挂好突破单去做空 好 我们看一下后续的走势 那后面的走势也很简单 就是它确认了我们的做空信号 那这就是一个次非常简单的 简单回销形态 我再总结一下 首先市场背景 允许了我们做空 上涨 调整上涨乏力 下破 市场已经偏向做空了 在偏向做空的情况下 有一次急速下跌能量 急速的上涨回调 并且出现了入场形态 一个第二形态 我们入场做空了 简单的获利 我们来讲解第三个案例 还是那句话 当你拿到一幅图 你要操盘 你要先弄明白市场 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看左边 有一轮很长的下跌运动 然后进行了一个复杂回调 这个回调模式叫 斜行回调 我们以后也会讲 在经过回调之后 下跌趋势得到延续 下跌能量 目测上看还不错 意思是下跌趋势 目前没有改变 那它进行了简单的回调 我们看这轮回调的上涨 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它没有重叠 上涨的很快速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寻找入场形态了 当价格运动这里 我们一根K线一根K线看吧 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首次突破 我们看到这根K线的低点 拿个箭头标注一下吧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K线的低点 跌破了前一根K线 激进的交易者会去做第一 但是我个人还是要分情况 除非首次突破的 信号K线非常好 就像我们第一个案例一样 它是一根强反转K线 我可能会去参与第一次突破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就要等二次突破 我们继续看 好 后面收了一根 虽然是阴线实体 但是还是跟前面大幅重叠 这是一根非趋势K线 如果你是首次入场 那你的空单还没有得到市场的进一步确认 我们继续看 好 这就是一根非常关键的K线了 这根K线你看到了什么 聪明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可以看到了 它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K线 首先 有一次向上的假突破 假突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概念 在以后我可能会专门出一期视频来讲 它首先有一次向上的假突破 然后也是第二根跌破前面低点的K线 那这里就要讲到一个二次突破的变体了 我们只从K线低点来看的话 现在还不能去数那个二次突破 因为它一直都是低点降低的K线 但是我之前讲我们的二次突破 指的就是逆势方的两次努力 现在是日线图 我们去小时路看一下 我们去四小时图看一下 那刚才的外包阴线 一次上破的努力 接着一次下破 你如果在小级别上 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次二次突破 是空头的二次努力的 这是二次突破的一个变体 大家最好去尝试理解一下 就这根外包线先上破再下破 它就代表了一次空头力量的发力 它是第二次空头力量的发力 所以它是二次突破入场形态 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K线 也是入场K线 那我们看入场之后 后续的价格走势如何 好我们可以看到 一入场之后市场就马上确认了 我们的入场逻辑 在总结下 这笔交易也是非常简单 首先整个市场 它支持你去做空 然后到了我们准备做空的位置 21MA附近 然后也给了我们做空的信号形态 我们做空了 忽略 这笔交易也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四个案例 老规矩 拿到一幅图 先分析市场在干什么 画关键水平位 我们看到这幅图的左边 首先有一轮很强的上涨 上涨进行了回调 简单回调 然后转为复杂的调整 这轮复杂调整其实是楔形变体 以后我们会讲到 多头强势发力 形成一轮急速上涨 然后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之后 在这里上破 进行多头的延续 多头延续 没有力量的跟进 形成了假突破 无法突破前面高点 无法突破前面波段高点 对前面小高点 有一次假突破 那这里就是代表了 多头力量的不足 然后也有多头下破 这跟我们之前的一个案例很像 上破无力 下面防守失败 就是多头不想再继续买入了 它只专一在更深的位置买入 有多深呢 那肯定是要看具体价格行为 具体分析的 你无法预测 还是那句话 你要会做假突破的人的话 这里就已经做空了 这次我还不讲 继续看后面的走势 来寻找我们的简单回调 一笔急速的下跌 那这轮上涨回调呢 其实不是很好 因为它重叠的K线太多了 这种重叠的K线 形成交易区间 可能就会成为我们 做空路上的阻力 价格可能重新在交易区间里 获得支撑 这个信号严格来说 要在简单回调这个形态里 要去除掉的 那我们先不管 先继续看吧 我们来寻找 有没有入场形态 这里是一次首次突破 首次的地点突破 但是前面本身 就是这根非需时K线 这种首次突破 我个人是不建议做的 继续观察 价格继续上涨 进行回调 收了一根 那一包十字星线 好 那在这里的话 还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这里 有一次向上的假突破 然后这里其实还是 有个关键水平位的 但是新手的话 不好发掘这个水平位 那这个水平位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你去小周基图 比如现在日线 你如果去四小时图 你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有一次知足互换的 那我这里就不去看了 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 就是练就这种 从当前级别图表上 你就能看到 小周基和大周基 发生什么的能力 这也是交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这里有一个知足互换的 关键水平位 一次向上的假突破 同时我们再等一次 再等一次向下突破的K线 可能就要去做空了 不过这个做空严格来说 它的逻辑并不是 并不是这个简单回调的做空逻辑 它要加上了一个 关键水平位的假突破 这个做空逻辑才成立 那为什么这次回调变复杂了呢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不希望在回调的 这个波段里面 有这样太多的重叠的K线 那前面有太多的重叠K线 导致后面的回调走势 就可能就变形了 奇怪了 不好理解了 在这根K线 是第二次向下的突破 也是我们的入场K线 当然这个入场逻辑 并不全是简单回调的入场 它还源自于一个 关键水平位的假突破 我们继续看后续的走势 我们看到后续 其实继续收了很多的 非虚实K线 十字星线 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如果保守的交易者 他可能在后续走出这样的 就是非常不明确的 价格行为之后 他就直接离场了 不在乎后面怎么走 无论上涨下跌 他都不愿意再做了 因为价格这样的重复的停顿 对他来说 已经和他的判断逻辑 相违背了 他就出场了 但还有一种的 就是你入场逻辑没变的话 你这样做空 上面只要不破的话 你继续持有 这也是一种操盘逻辑 我们继续看 好 价格到现在 已经给我们非常不错的 盈利空间了 但这笔交易 我们可能不会去做 我再总结一下 首先 市场是允许我们做空的 前面的分析逻辑 上涨的趋势 调整 上涨无力 下跌 下跌的急速 但是 这次回调 就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他回调出现了 过多重叠的K线 导致后面的形态 都开始有点变形 有点奇怪 如果你是保守派 你是稳健派 这个直接放弃掉 别看后面这一段利润 这么诱人 这个形态 他非常不确定 你的交易胜率已经被降低了 现在开始讲解我们第五个案例 从这个案例开始我要讲的快一点 因为我准备了很多案例 然后实际讲起来 发现比想象中更费时间 如果按之前的速度讲完的话 视频一个小时也录不完 还是那句话 拿到这张图 我们要先看市场在干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有一轮上涨的趋势 简单的调整 继续 急速上升行情 接了一个上升的通道 如果在会员群听我讲课的 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急速与通道形态了 它经常容易下破 然后回色通道的起点 但是为了方便没有听过课的朋友 也能听得懂 我再从其他角度讲一下这个案例 这整个是一轮急速的上涨 那这一段是一个回调 从这幅图中 这根十字星线 它告诉了我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两段是下跌回调 上破失败了 你要从日线图上就直接能分析出来 很多人可能看不出来 那我在小周期上给你找一下 给你看一下 这个能力是大家就是 你要想成为短线交易者 你一定要练就的 我刚才是日线图 现在切换到小周期 我们可以看到 一段回调 两段是下跌回调 下跌回调之后的上涨 是无力的 是吧 如果能直接从日线图上看出来的话 你就不需要在切换的小周期去找这个形态了 像我之前讲的上涨的趋势能量调整 延续上涨 但是这个延续是无力的 并且下破 那它就是一个偏向做空的市场 我们再把关键的水平位画出来 急速的下跌 迅速的上涨 简单回调 这就是我们要交易的简单回调的形态 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入场逻辑 入场的形态 当价格运动到这里 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三内包的K线形态 这个三内包形态 在小周期上 它就是一个收敛的区间 既然它是一个收敛的区间 那你就可以交易它的突破 那它如果下破 就正好应了我们想做空的一个逻辑 那它下破 我们就会直接入场 同时在这根K线我们也看到了 它回测了前面的突破点 它是一个知足误患验证的位置 那这一点就又增加了一个我们去做空的理由 我们继续看 在价格下破这个K线低点的时候 就是箭头K线低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入场了 我们现在继续看 行情后续的走势 是否验证了我们的做空逻辑 我们看一下 它这段下跌之后 又进行一个简单的上涨的拉升调整 无论你怎么理解 但是呢 我们看这根K线 大家可以看出来吗 我们不看这个三位包 我们就看K线的低点 那左边我们入场这根 其实它是一次首次突破 首次突破之后 下跌能量没有到延续 它又上涨了 那这根是二次突破 第二次低点 低于前面K线的低点 如果你前面没有入场 那这里就是一个二次做空的一个 入场K线 入场形态 我们继续看后续的走势 到此为止 行情已经给了一个 我们非常有利的一个盈利目标 我们就不看后面的了 我在之前说过 所有的二次突破的形态 在小周期都容易形成双重顶底 那这里就顺便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 在我们小周期入场 两个顶下破 那大周期的二次突破 在小周期就是双重顶底 希望大家再加深一下 对这个形态的理解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例 老规矩 先来分析分析市场在干什么 首先有一轮急速的上涨 然后价格进行了调整 调整之后 上破 带来一轮不错的走势 可以去追随的趋势 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 有些人会叫这段运动 叫突破回调 但是在我的系统中 在我的分析逻辑中 这个叫突破失败的失败 首先这根大阳线是突破 之后的下跌走势 叫突破的失败 那最后一段上涨的话 叫突破失败的失败 也就是突破回调 那有些人可能就问了 你直接叫突破回调不就完事了吗 为什么要叫突破失败的失败 这其实是一个分析师思考逻辑 和一个操盘手思考逻辑的区别 假设我们把后面的K线去掉 价格就运动到了这里 那当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你能知道它是突破回调吗 是后续继续上涨 你才知道它是突破回调 你才知道这个突破是成功的 那当价格运动到这一刻 对操盘手来说 突破失败了 后面继续的上涨 叫突破失败的失败 是突破回调 这是个小知识点 大家简单听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去理解也无所谓 那当价格运动到这里 首先我们看 这轮下跌是一轮简单的下跌 但是在下跌的前面有重叠的K线 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不过如果你的做多的逻辑 你的做单的盈亏比就是拿到前高 那是无所谓的 我们就看这个形态 看后续的走势 有没有我们入场的 下根K线收的是一根内包线 没有什么意义 这里其实是一个首次突破的做多形态 有些交易者可能会在这次首速突破中 在突破前面K线高点的时候参与去做多 但我个人还是不太喜欢参与这种交易 我们再看后面 有没有给二次入场的机会 我们看首次突破的信号被市场否决了 我们最开始期待的价格是一段式的简单回调 但是市场否决了我们的判断 它走了第二段 一段回调两段回调 其实都是简单回调形态 如果你做一段回调被损了以后 二段回调给了你入场的K线形态 你还是要去做的 因为它们都是市场的简单回调 那当价格运动到这里 我们又发现了一点 它回测了前面的突破点 这给我们做多又增加了一个逻辑 如果这里给了我们做多的一个信号K线 我们就会参与 没有给 依然是一根非虚实K线 好 这里上破了 怎么去理解 你可以理解它是二次突破 我们看第一次突破在这里 那这是第二次做多突破 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两段式回调的入场形态 那这里做多在逻辑上就是一笔非常优质的交易 我们做多是突破前面K线高点 不是说这根K线收出来我们就做 对前K线高点突破 验证了我们做多的逻辑 我们才会入场 我们继续看后面的走势 对短线交易者而言 这三根大阳线已经是完美止盈了 这里讲一个题外话 就是末端骑行的概念 所有的调整形态 我们都称之为骑行 那牛市调整形态就叫牛骑 牛骑倾向于向上突破 它带来牛市的延续 而这次牛市延续的能量 马上就枯竭了 那这段调整骑行 我们就称之为末端骑行 它可能带来的就是趋势最后一段的上涨 它是一个潜在反转形态 我在反转上会讲 大家可以先理解一下 你用这个思路去理解 市场为什么反转 是因为它本该带来的能量延续 趋势能量延续 没有得到延续 所以它就反转了 好 这个案例的讲解就到这里 我们前面的案例都是一段式回调 就带来了好的入场 好的收益 但这次一段式变成两段式 但它也属于简单回调 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下 我准备了很多素材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现在开始讲最后一个案例 如果你对我分析市场的方式很感兴趣 如果你对价格行为很感兴趣 想深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可以看屏幕下方的简介 加入我们的会员群 和我进行深度的交流 我每个工作日晚上 都会在会员群中分享交易的经验 会员群内有任何交易上的疑问 我也会提供解答 你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提出你的问题或者你的想法 我看到以后也会和你交流 老规矩 我们先看图上发生了什么 市场现在在什么状态 首先 市场有一轮急速的下跌 这轮下跌的幅度很深 接着进行了一次复杂的回调 那这次回调 其实是一个楔性回调 三推的楔性变体 一二三 如果你不从楔性角度去考虑 三推角度去考虑 你也可以发现 每次突破的力量都在减少 到后面不再突破 甚至向下突破 那说明 在后面的一段走势中 价格肯定就偏向于做空了 一段急速的下跌 简单的上涨的调整 那现在就符合我们 简单回调的逻辑 我们去找一个入场的K线形态 这根不是我们想要的 但它是一根表示 多头能量弱的K线 那这里呢 其实是第一次突破 也就是第一 有些人会交易这个形态 有些人不交易 这完全取悦你个人操盘的风格 你是激进派还是稳健派 对我来说 我更希望去做这个二次入场形态 继续下跌 没有给机会 好 好 我没有及时把这个播放停住 因为我也不知道后面是怎么走的 但是对我的操盘来说 我继续画上箭头 这里是第一次突破 刚才我也说了 我很少去交易第一次突破 那我在等二次突破的机会 那在这根K线呢 它就给了我二次突破的机会 二次入场做空的机会 如果在实际操盘中 价格到了你的入场区域 你在等你的入场形态 那你要盯紧每一根K线的收盘 在实际操盘中 这根K线收盘 我就一直在等它的下破了 它下破的时候 我就入场 或者我直接挂单 下破做空 我们看后续的价格走势 市场比较慢的 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指引位 最后总结一下这些案例 我在最开始说 这种简单回调的入场形态 有一次突破 二次突破和这个相体突破 但在我实际案例总结中 大家可以发现 我更偏向于做这种 二次突破的形态 因为二次突破是行情 第二次确认你做单的方向 像你做单方向 第二次的运动 那它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一个交易形态 是我最爱用的 那首次突破呢 就像我们第一个案例里的首次突破 如果首次突破的信号K线 是非常强的信号K线 在那个例子中 它是一根强反转K线 如果首次突破是很强的信号K线 我才会去参与 因为相体突破的形态有很多的变体 我在实际讲盘的时候 可能很难去把它讲清楚 所以我就直接就不讲了 而且相体突破 其实在现在的市场中 是很少遇到的 这种小相体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弃掉 你在学习完这次课程去复盘的时候 可以多关注首次突破和二次突破的入场形态 好了 今天的教学内容就是这些 简单回调虽然看起来很容易 但是在实际交易中并不好把握 交易这个形态 要先判断市场整体状态 是否允许这个简单回调成立 趋势要强 回调要明确 而这个形态的交易机会 往往转瞬即逝 需要你有迅速的读图能力 和判断决策能力 大家可以多复盘找一下这个形态 观察它什么时候成立 什么时候失败 当时市场前后表现如何 在小周期图表上 市场很容易形成趋势 如果你掌握了简单回调这个形态 那你靠这一个形态 去以交易为生 都不是很难的 但是这个形态 真的没有看起来 那么容易去掌握 很多失败的形态 我没有去讲 因为时间还不是很够 我今天也没有讲 这个形态的止损位和目标位 因为理想原则 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每个人都应该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理想方式 关于订单管理的教学 会在课程后期 单独录一期视频讲解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讲复杂回调 复杂回调部分 有很多形态 会分多期视频讲解 喜欢我的内容的朋友 可以点赞点关注 留言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见